中国的山东舰应该是已经抵达南沙附近海域 最近越南渔民打渔时发现了山东航母 那么这个区域应该就是南沙群岛周边了 那么对于航空母舰来说打击半径是500到1000公里 这个可以算一下 接下来咱们说中国可能山东舰巡航的区域在南海 应该是画一个1000公里半径 这个地区为什么咱们是这么关键 就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 包括越南可能要搞一个联合宣航 咱们山东舰出现在这个地区 其实就是对他们进行打击 总体看咱们明显能看到 已经是南海局势非常紧张了 中国出动山东舰 尤其我们航空母舰作为一种战略装备 国之重器航母能出现在这 绝不是单纯为了防御了 航母绝不是主动出击的形态 就是说中国可能要摊牌 而且这种进攻性武器是行之有效的 所有人都非常害怕 航空母舰和其他水面舰艇在南海作战 还能得到中国的空军甚至火箭军支援 地理上咱们所有的力量都可以支援南海的这些军事行动 主要还是美非日澳四国 可能再加上越南可能在南海准备进行所谓的巡航 这时候对中国进行挑衅 也不排除他会闯中国的相关倒销 十二海里 所以咱们看到美国在南海屡次挑衅 包括越南最近 据说越南渔船 31号还记得吧 31号 拜登即将访问越南 这时候越南渔船偷偷干这事 其实就在试探中国 如果中国这次反应 咱们说没有像这次行动 直接将对方打骨折了 那么有可能越南还会来更狠 或者说跟拜登形成某种默契 这个时候对中国非常危险 这个时刻中国就得亮剑了 用真刀真枪的干 这时候可能必要时刻 咱们要打着一拳 咱们说越南现在 其实就在试探 咱们说31号当天 西沙群岛越南 一艘渔船 被中国海警水泡给驱离 咱们说越南当时 这个派的船只进入西沙 他当然知道 中国海警一定知道 这是畜谋已有的 那就是在试探 时间节点 你可以看一下 选这个节点 派船只进入 目前咱们是跟菲律宾 跟美国在南海 对吧 对峙 那现在越南在西沙 这个节点 挑衅 就是很可能 就是背后查你掉 非常非常典型 之前的越南渔民 站在中国的水方面 还自拍呢 现在胳膊打断了 越南船只进入西沙海 之前主动的关闭了 船上的AIS信号 显示 这使得在公共平台的相关频道上 无法找到这艘越南遗传 而且利用这种偷偷摸摸方式 越南船只在到达西沙海域之后 停留的时间已经超过15个小时 这两个方面 咱们能够明显看出 越南这是有意义的试探 或者说更加直白一点 在一种对中国的挑衅 就寄那个水炮 越南渔民跟他合影之后 再次挑衅 实际就是要配合美国拜登访华 看看中国反应 咱们知道西沙海域 这种情况下 越南渔船进入西沙领海 越南自己都知道 一定会遭中国的距离的 那越南渔船仍然关闭信号 偷偷摸闯进去 很显然要试探 我们对没有信号这种船只 进入西沙领海反应 时间和反应强度 那也说试探 中国揍它是什么样 这哥们这艘船估计是带任务进去 他开始被揍了 就看你到底揍我怎么样 那目的还是为了以后跟美国加强联系的时候 跟美国讨压还价 按照越南媒体公共的消息 美国与越南之间正在进行有关两国接来合作的谈判 10号左右有美国应该是拜登要访问越南的消息了 不排除美国总统在越南 要亲自宣布后续的合作 考虑到美国的战略走向 如果越南和美国这次合作有专门针对中国的 也不排除中国的 咱们说解放军 山东舰就在南海 如果是真的可以行动的话 比较是可以打着一拳 对越南这国家 越南自己都知道 他们没有能力 综合国力是无法与中国抗衡的 但同时越南心里边打着一种算盘 如意算盘什么呢 就利用时局 对自己有利 跟中国发难 咱们说就是什么 就是迫使中国能让步 让利给越南 他就获好处 所有的这些南海国家都是一个想法 考虑接下来咱们说在南海西沙 越南未来会不会再加强存在感 中国和美国战略对抗当中 越南享有获利 这个其实可以看出 他可能不太了解这里边的风险 越南对于中国来说 如果在某些方面 衣服到美国身上 那么中国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中国每次行动 对越南从来都不会手软 还真的是这样 因为很显越南非常不利 中国对越南行动没有手软过 越南他知道 他如果真的倒向美国 中国对他的行动绝不手软 就像当年他倒向苏联 中国行动从来不手软 这种背景下 我觉得越南很可能 咱们说通过一种左右摇摆方式 获得不同力 但是我之前讲过 你要在所谓的两个大国之间玩这个 南斯拉夫 还记得前南斯拉夫 他是被一旦有一个 这两个博弈 有一个赢了的话 你可以想想 那个赢的国家 对前南斯拉夫 美国赢了 冷战 对南斯拉夫是寡了 直接大切八块 所以左右摇摆 获得利益的这种国家 绝不会有任何好下场 除非你有那种 那种非常非常英明的领导人 能够在中间游 但是那个概率非常低 所以小国玩这个左右逢源 其实非常危险 咱们一定要明白 其实聪明人就是什么 就是不要去借这个机会 两边开利益 很容易就直接被踩死 而且最后被刮的 也就是你 越南这个我觉得 确实有一些相关的关注度 咱们必须要关注 因为未来 如果美国拜登在越南 咱们有一些时日性的 双方有些利益交换 那么无论是西渣南沙 对于越南来说 一旦做了 那么咱们中国接下来 就必须要有错行动 打的一圈开 这一圈打在谁身上 打越南身上 很显然如果越南倒向 不管是所谓的 他口头上的选择中立 但是他实际行动 如果跟美国开始搞什么 联合巡航 那么中国是一定要 一定要行动的 其实现在最后一个联合巡航 拼图就是越南 你可以想想 如果是美国 菲律宾 这个加上奥特亚 这个日本 他的船去越南停留 然后从越南再回来 这种 这就是加上越南 一起在这巡航 这种就构成一个完成的 完整的巡航的路线了 他如果没有越南配合 他去了越南 然后再回来 这个里外里时间非常非常周期 非常长 他没有办法搞正巡航 他只能在附近绕圈 但是他如果定期的去越南 然后再回来 就可以完成整个的闭关 这个就是美国日本人想要的 就是实际上就是 能不能开放一个军港 给他们进行所谓的巡航 那如果真的开放 中国必然反应 目前看 越南咱们必须警惕 当然中国山东号已经到了 山东号到了南海 这个咱们其实心里边就有数了 这个解放军也不是来这钓鱼的 咱们一定是在这个地理上 现在就准备摊牌了 我觉得 应该就准备摊牌 菲律宾在人爱交 可能这个悲剧结果 菲律宾是一定是悲剧的 越南呢 越南也大概率是悲剧 美国呢 美国现在啊 其实就是想要让这几个悲剧性的小伙 真正的悲剧 然后自己好什么 自己好跳出去 收割 不管是收割越南也好 收割菲律宾也好 都要收割一个 出动所谓的三艘两极弓箭在南海演习 实际是给警方军当陪练 威受不了中国 现在也是 美国没想到菲律宾先怂了吗 他先跑了 这个其实看出菲律宾也是非常警惕 越南的越南现在 其实我觉得他的高层也一定意识到 和拜登这个谈 他一定会有一定分岁的 中方应该是做山东号就在南沙 其实这个做的警告已经 从这个郑和下南洋的时候就发现啊 整个东南亚国家是一个什么逻辑呢 他畏微而不怀德 咱们这个咱们说大明当年对吧 明初的时候啊 正和下降 对于东南亚国家咱们是咱们说 这些国家是什么怕你的武力 但是呢他你给他这个怀柔政策没用啊 现在看一贯的啊 你看这个发展经济 在发展经济的时候 他就跟中国要好处嘛 对吧 国内的亲美势力在人爱教问题上啊 能够获得美国实行啊支持的幻想 其实就这个逻辑 以为中国会害怕啊 对吧 为什么他怕 他就认为中国也怕啊 这点点形傻貌了 啊 所以很显然他对于中国 中国必须要有威啊 现在山东建就在这 不管是印度啊 不管是这个啊 印度也好 包括越南也好 包括菲律宾也好 其实都是对中国啊 他其实没有怀仁啊 仁爱之心啊 他就没有德嘛 他实际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枪炮啊 非常简单 中国还仅用水炮证明自己底下啊 现在看连着啊 对越南方向 对菲律宾方向都用水炮了 那美国呢 美国也非常明白 美国现在 也明白南海地区 这个挑衅 就利用这二位的这个弱点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一手策划挑衅啊 那中方当然是底线引用水炮表明了 总体上 中国不想激化这个地区矛盾 最终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签订啊 但是美国一定会想方设法破坏啊 那只要用强有力手段 咱们能让菲律宾 越南能够醒来 知道这个威啊 中国有威啊 我觉得也能可以啊 那就是德不行的咱们就用威嘛 对吧 否则我觉得只会麻烦不断啊 咱们必须要立威啊 这对东亚国家来说 咱们 挺有意思啊 这个国家 这些地区啊 从明代开始啊 正合啊 你一系列行动 咱们可以研究一下 全都是这个逻辑 最后还得靠威啊 这这其实这就是边缘地带 你看这个轴心文明 他们核心是只要德配 有了德 咱们是腾腾谈了 而不用动那个最危险的 那种武力 你看在边缘地带 这帮人坚信武力 这其实就蛮荒的表现啊 其实啊 所以说跟文明人谈话 你就没有必要动手啊 但是和这些边缘地带国家 你去谈 可能真得拍点枪